父次 教士之分武器之三十五 口诀药 名为何流动器 何所住 住双眼 两个眼睛住在两个眼睛 住在两个眼睛 这个气是在两个眼睛 名叫做流动器 住在两个眼睛 能够辨别颜色的龙 还是淡还是清晰 这个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这个看了就很清楚了 十何痛 如果眼睛会产生何种的痛结 九四痛 看久了眼睛会痛 看久了眼睛会痛 生何定 眼睛会生什么定呢 意境无损脑 互为通达之 也就是讲说 这个流动器可以住在眼睛里面 能够让你得到了智慧 能够得到了智慧 这个气流动器 住在你的眼睛 让你能够得到智慧 同时 你在定境当中 遇到任何的境界 也不会产生烦恼 意境无损脑 互为通达之之柱 你如果这样子 按照智慧来讲 看不清 它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 你的眼睛有了定力以后 你遇到了很多的境界 也不会产生烦恼 你有眼睛能够定的话 也不会产生什么烦恼 同时能够增加 帮助你的智慧 脾机患 就是说 它的毛病是 当你眼睛瞎的 你没有办法用它 眼睛的时候 眼睛瞎了 这个就是 盲 眼睛就瞎掉了 修方便 跟上回讲的三种方便 是一样的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